各位全国投资宝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礼拜三的盘中11点半 为大家live来做播出 提供您最及时的解盘服务 如果投资宝 您现在手上股票有任何疑问 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免费call in专线 0800-787-588 0800-787-588 call in进来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县荣老师下了节目 他会亲自来帮大家做一个诊断 并且在节目之中 给大家最专业的答复给您 那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来回答一下 这个周小姐 这两天来电咨询 还有两档股票还没解完 第一档新巨科 另外一档呢 是在这个嘉宁的部分 那这两档股票 我都提醒要特别小心 为什么 当然他们今年都有一个很大的题材 光学股当中 例如说嘉宁 他积极的在抢攻 这个车用的镜头 那新巨科的部分呢 还抢攻了3D感测 跟车用镜头 但是要去观察 最近在公布第三季的激报 嘉宁有没有赚到钱 有啦有赚啦 但是赚多少EPS是0.01元 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九成 也比上一季减少了七成 这代表什么 真的虽然题材很丰富 但是我们发现到 为什么这一波现荣老师 都不推荐会员买光学股 因为真的 虽然说题材很丰富 但是我看到光学股 几乎每一家业绩 还都在衰退之中 大部分啦 好不说全部 而且呢也发现到 每一家光学股 都说他在抢镜 这个所谓的一个镜头 什么车用镜头 什么3D感测 每个人都会做 那这样的一个技术门槛 似乎也有点低 未来会不会形成一个杀戮战场 这都是现荣老师在考量的 所以做股票 我一再强调 不是说只有题材就好 重点还是检视业绩 这一点很重要 那像这样 有题材 没有业绩的股票 原则上现荣老师都不会推荐大家 那重点是现在的股价 到了这个阶段 从去年底的17块多 年初的17块多 涨到现在50几块了 那这时候一堆投顾老师 高档才来喊进 小心啊 背后这是外资大户 已经趁机在出货 而当指数这波拉回来 还守在季线之上的时候 现在他的股价 也已经领先破了季线 再破了先破了月线 再破季线 这种结构上来看 都到了我说的 抗农有悔的阶段 要居高思维 那新巨科的部分 也是类似状况 虽然他在抢攻3D感测 以及车用镜头 但第三季EPS 亏了1.44元 累计前三季 亏了3.3元 都持续在亏损 而进入第四季 10月营收 0.7亿 又比去年同期 减少31% 还是在衰退 所以这种有题材 没业绩的 目前我都不会推荐 那至于一堆投股老师 因为看到他股价在大涨 在喊进 那就别人的事情 我只提醒这么多老师 在喊进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也是外资大户 持续在出货调节 股价最近也是先破了 月线之后 再破季线 结构上都是属于 我说的 抗农有悔的阶段 该去居高思维 这一点先提醒周小姐 或是手中 有这些光学股的投资朋友 那回来继续来谈大盘指数的部分 今天指数的部分 台指要做结算 很多人期待会不会拉高 结果没有 今天指数反而是开盘 跌个25点之后 目前一路的向下来做探低 盘中最低已经来到10615 跌了71点 目前最新位置在10620 下跌66点 还在继续跌 那为什么会继续跌呢 这地方为什么台指今天要结算 反而继续往下呢 县荣老师其实不需要事后诸葛 因为县荣老师事先 都已经提醒过投资朋友 包括上个礼拜一 11月6号 大盘指数见到10858高点那天 有没有提醒大家 这里要提防指数在创新高之后 利多频传做一个诱多 诱完多之后将会反手杀短多 上个礼拜一大盘见到10858高点 多少投股老师告诉你 哎呀什么六线都占商万点 多投确认了 赶快买股票就可以赚涨停 县荣老师提醒 小心啊 要拉回杀短多了 上个礼拜四 11月9号 这是我写给会员 这个写给投资朋友的关盘重点 我每天都会在这个 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还有在我的LINE的一个 这个好友名单当中 分享给大家每天看盘 要注意哪一些东西 那上个礼拜四早上 就已经提醒 外资礼拜三 股齐全同步卖超 齐指选择权 多空相抵之后 已转为净空单 所以呢 下个礼拜三台指要结算 我叮咛大家 未必会再拉高上去哦 这一点特别提醒大家 对不对 那其实在那一天的分析日记 也都写得很清楚 这是谁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 交代得更清楚 我说市场现在充满了贪婪之心 很多投股老师拼命叫大家买股票 赶快来抢涨停板 我说这时候更应该戒胜恐惧 我说大盘在这地方 已经有进一步回档的讯号出现 所以这时候应该怎样 我都建议会员朋友 先减码持股多保留一点现金在手上 等看准机会了 我们再来拼大的 所以指数今天为什么继续的跌 为什么台指反而结算 反而往下做一个压低 你会看到真的 事先献榮老师 运用技术分析 都可以帮大家做好规划 做好预测 而不需要事后再来做诸葛 这也是我跟大家做股票再三提醒 不想要当一般的散户 永远在高档乱追 低档乱杀的话 你就要懂得学好技术分析 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该攻 什么时候该守 证明了现荣老师的技术分析 是能够去预测好未来行情 当然也更证明了 现荣老师不是像其他投雇老师一样 为了做生意 高档还在拼命叫会员乱买股票 现荣老师真的强调 我带我会员朋友操作 保护会员朋友 这绝对是我的操作的第一要务 帮助会员朋友将获利放进口袋 则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这一点我们在未来也会继续坚持下去 那接下来的行情 当然我会提醒大家 其实也蛮多人在问我的啦 很多人在问我说 老师那这次指数从10858 高点跌下来了 现在已经跌了差不多200点了 现荣老师看对了 那到底指数这波会跌到哪里去呢 原则上我提醒 真正会做股票的操盘高手 不会预设立场说 哎呀指数一定就是跌到哪里去 就会这个见到支撑 真正的操盘高手 会去时时刻刻观察盘式的结构变化 高档有转弱讯号 我可以提醒大家 低档当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那当然现荣老师 也可以帮助大家掌握到 对不对 包括上一次大盘这个跌到10257 碰到半年线 我有没有告诉大家 大盘这个地方 准备要展开反弹甚至反攻了 包括一年前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大家股票拼命的卖 都觉得会有风口 这个所谓的金融风暴发生 现荣老师有没有提醒 趁着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们多贪婪一点 多买股票 所以说低档讯号出现 转强讯号出现 现荣老师也会看准机会 带着会员朋友全力来做出手 现在我只希望投资朋友 你不要听说 听现荣老师说 这里熟一点 就不看现荣老师的 就跑去参加那些 其他投股老师 叫你拼命买股票的 到时候现荣老师 真的低档来临 要全力出手 要拼大的时候 结果你手上股票 一堆套牢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机会是留给做好准备人 最好现在就加入现荣老师 该手的时候 我先帮你把持股调整好 那这个地方 接下来有这个机会 全力来做出手的时候 你也才有机会 才有那个实力 才有那个子弹 跟着现荣老师 全力来做布局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行情 我会提醒大家 最重要的操作动作在哪里 在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那什么叫强 什么叫弱 绝对不是看到股价大涨了 利多一堆了 你就才知道它是强 是乱追去乱买乱抢 那什么叫弱 也不是等到跌下来 看到利空一堆了 才知道 这叫弱势股 才去乱杀 不是这样 就像一档股票 今天大家一定都很关心 谁呢 红海 今天利空一堆了 包括了红海 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 现在大家都说 哎呀这个地方 这个苹果救不了它 EPS怎样 EPS创下了税后经历 年减四成 这个毛利率 盈利率 净利率 三率三降 而且还创下 最近18季 17季的一个低点 都在创新低 你们发现到 股价一跌下来 利空就一个一个出来 那现荣老师是在 今天告诉大家 红海是个弱势股吗 不是哦 各位投资朋友 来看一下 现荣老师什么时候提醒的 其实早在7月份 那时候有位何先生来问我 来电咨询 问到红海 他买在115块 那时候股价在114 差不多啦 那怎么看呢 我还特别提醒 那时候外资传出一篇 226页的报告 目标价喊到200块 这时候你不要随便相信 你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散户相信了 开始买 用融资在大买 甚至有一些名嘴告诉大家 今年不用选什么中小型股啦 跟着外资买红海就好 那我提醒大家的是 这时候你反而要更小心 因为外资其实从去年11月 就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就已经开始 连买了6个月的红海 买了90万张在手上 等到这篇报告出来之后 股价从80块 看起来又拉到120 这时候这个地方外资已经开始这样持续在卖超在出货了啦 所以当时股价还在110几块 我有没有提醒 这叫抗隆有悔要居高思维了 要小心啦 其实后来红海股价就开始一波的下沙 跌下来一波这个地方先跌到哪里去 当时先跌到这里 先跌到了104块左右 那后来出现一波反弹 弹上去 上个礼拜 县荣老师也再度的提醒 提醒什么 来再看一次 这是上个礼拜四 11月9号 写在LINE群组里面 还有写在这个Facebook 粉丝专页里面的关盘重点 除了提醒说台子未必会拉高之外 再提醒鸿海这时候利多出来了 说他敲定了苏宁500亿人民币的大单 利多平传 而外资却是连三卖 那股价季线得而复失 再破月线半年线 要特别小心 为什么外资利多出来 要连三卖 一定有原因 那结果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利空出来了 原来他的财报 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 可以靠苹果大成长 反而三绿三降 对不对 所以再度证明 这个县荣老师的技术分析 可以运用技术面筹码面 事先帮大家避开很多 这个地方 未来会有利空的股票 那当然万一你手上 这地方有股票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担心会不会像鸿海一样 原来未来有利空 所以指数这波涨 你都赚不到钱 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 尤其现在做多 还被套牢 或是放空被嘎到的 我们都很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免费 Coin专线 Coin进来 让现龙老师给大家一个 最专业最诚恳的一个建议 最争议的一个诊断 那接下来鸿海的部分 当然很重要 上一次大盘 上一次股价 从101块低点几涨上去 我们提醒大家 高档利多出来 再做又多 外资称计在出货 那接下来股价杀下来 利空出来之后 就去观察 如果说这里低档爆量 融资能够因此大减 之前散户看到这地方 什么外资的一个报告出来 所以在大买 这个融资我们看这里 就比较清楚一点 当时融资大幅度增加 对不对 那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个利空 让融资降下来 最好降到5万张以下 那外资开始回补 股价守住在这个6月份 低点之上的话 那这鸿海 也可能会有转强机会 这一点先提醒大家 那重有点是 还是提醒了 做股票 你不要总是在高档 有利多的时候去买 低档有利空就去乱杀 要先去看懂股价的结构 到底处在哪一个位置 如果潜融勿用的弱势股 补涨反弹 当然一定要出 抗融游回的股票 该卖也是要卖 要买股票 坚持一定要买在 见融在天时 等到飞融在天上去 好好抱住 才能赚一个大波段 等到抗融游回讯号出来 这样就懂得居高思维 获利入带 这样才能够怎样 稳稳的赚足 一档又一档的大波段 就像我们这一波的代表作 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也跟大家分析过 美奇马 对不对 昨天也跟在持股诊断 美奇马的时候 特别叮咛 这个地方要 这个居高思维了 抗融游回了 结果才讲完 今天美奇马 杀到跌停下去 为什么跌 我也不用事后诸葛了 来各位投资朋友 很多投顾老师 都在这地方 100多块 才在杀金杀出 这时候 当然每个投顾老师 都不再讲美奇马 或者说他早就卖掉了 我不晓得了 100多块去杀进杀出 就算卖的这地方已经卖掉 到底能够赚到多少 对不对 没卖的 现在重商套牢了 怎么办 所以我再三提醒 买股票 不是说大涨上去 才知道他是强势股 去乱追 你要懂得 在建融在田的阶段 什么叫建融在田的阶段 也就是我所说的 有爆发力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这样才能走得长长久久 但你不要涨翻天去买 你要检视筹码面 低档有大户进货 技术面有转强 讯号出现的时候 就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这样在建融在田的阶段 布局好 等他飞融在田上去 牢牢的爆住 等到抗融有毁讯号出来 获利入带 这样才能够稳扎稳打 成为赢家嘛 就像我们这波的美奇马 不是100多块去追啊 当时7月份 还没有人注意美奇马 我就已经发现 他的电动车电池材料 积极扩充产能 现在订单掌握在手中之后 营收开始启动 成长都能创新高 股价还没飙涨 但44块多 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了 所以我那一个月 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在做布局 后来股价狂飙上去 我都没有再追 就建立会员朋友抱着 对不对 那上个礼拜 我也建立会员朋友 这时候股价抗融有毁了 全数出勤 获利入带 虽然没有卖在最高点 没有像其他投股老师 哎呀这地方我早就卖掉了 一百多满一百多满 你卖掉了也能赚 赚不多 没卖的现在重伤了 对不对 那我们没有卖在最高点 可是你看到 我们这样子操作 也足足赚了多少 1.5倍获利入带了 这就是我说的 做股票 你要懂得 真正能够成为赢家 就是要在建荣在田的阶段布局 抱好飞荣在田的股票 抗融有毁讯号出来 获利入带 那做不到怎么办 所以我说你需要我们帮忙 我们诚心邀请你加入 县荣老师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县荣老师买股票 不会天天带会员朋友 乱杀进杀出 真的是看准目标 才在建荣在田的阶段布局 建准 涨到六十几块 我们二十四块推荐的 对不对 联德涨到两百多 我们八十六块推荐的 康普涨到一百多 我们四十六块推荐的 汉磊涨到二十几块 我们十一块七推荐的 美奇马涨到一百多 我们四十四块推荐的 这一档一档的股票 证明了什么 证明县荣老师的使命跟责任 就是在帮助每一个会员朋友 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真正有竞争力的公司 而且坚持领先市场 买在第一档 这样才能够真正赚到 一档又一档的大波段 甚至会员朋友问说 那县荣老师怎么样看到这些股票 第一档有大户进货 有转强讯号出现的 才能够这样布局下去 如果说想学的 现在我都提醒 这个地方最好的投资 就是投资自己 让自己的知识 自己的功力 能够提升上来 那如果是我们会员朋友的话 记得在我们极品操盘团队 网站上面 网址大家自己搜寻一下 都有一个会员专区 里面除了新荣老师 每天的分析日记 大盘的观点 潜力股的追踪 最近看好的股票 会特别来跟大家来做分析 来做推荐 里头还有云端书柜 技术分析的电子书 还有这个云端教室 线上教学 每天有这个 总共有七堂课的课程 还有每个礼拜两次的 会员专属影音实战的教学 那再教些什么 像我们超盘级技术分析 就是教大家 从技术分析基础的理论 怎么去灵活运用 融会贯通之外 更要教你 怎么样去掌握结构 看懂利用技术分析 看懂大户进货手法 出货手法 让你知己知彼 把这样不带 更教你掌握结构 怎么去分辨强弱势股 而且是在低档 转强讯号出现的时候 就告诉你 什么叫买进讯号 高档转弱讯号出来 让你会卖股票 会买会卖 这样才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成为赢家 那这些都不是说 为了要做生意 要赚大家的钱 这些都不额外 跟会员朋友收费 我只是希望会员朋友 加入我们之后 不但享受到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不是天天在那杀进杀出 是真的会带你进 也会带你出 真的该攻的时候 带你全力进攻 该守的时候 也会带你守 更能够当大家享受到 什么叫宪荣老师的用心 我的心愿就是 每一个会员朋友 加入我们之后 有朝一日 希望你也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这个部分 想深入来做了解的 都欢迎大家休息时间 来跟我们来做联络 那接下来行情 我们继续将锁定在2018年 五大明星产业 又有什么重点 值得大家接下来来做留意 休息一下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要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运达头顾 好想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又有机会得到标普讯席 还有产业最新讯席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接评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下群推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那这几天 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 在询问现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的时候 有位投资朋友问说 现荣老师啊 最近这个行情指数涨到一万多点 这样子高档震荡 看起来好这个长期投资好像不好做了 是不是来做一个短线杀进杀出 做个当冲会比较安全 也会比较赚的快一点呢 这个部分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现荣老师要提醒 我做股票已经20年的一个时间 在这20年当中发现很多投资朋友 为什么到最后都是成为市场上的输家 其中有一点迷思就在这里 长期投资都嫌赚的太慢 都想说短线杀进杀出 这才好赚嘛 有赚就入贷 有赚就入贷 这样多好呢 可是结果往往是怎样 会发现当 很多人喜欢做短线杀进杀出 最后资金都被交易成本给吃掉了 什么叫交易成本 买一档股票要千分之1.425的手续费 卖的时候要再一千分之1.425 还有千分之3要给证交税 那这样子下来 加起来钱到最后 你会发现都进了券商 营业员跟政府的口袋 为什么呢 我们就拿操作100万来做一个例子 每天进出一趟 手续费加上证交税 千分之大概5点 这个5点多 将近千分之6 我们打个折酸 千分之5好了 5000块好了 比较好算 一年给他200趟 你会发现5000 乘以200是多少 交易成本 总共刚好不多不少 100万 好 这还是如果你操作100万 价差的部分 你赚了100万回来 钱全部进到政府口袋 你是没赚没赔的 可是大部分人都没有 价差没有赚到100万 对不对 这地方有赚有赔 赔到最后 这地方如果不到100万 价差不到100的 最后反而是倒赔居多 对不对 那这样的操作到现在最后 你能够成为赢家吗 赚不了钱 而且更多人是 有赚就跑 有赚就跑 没赚的把它放在那里 结果呢 赚到赚那么一点点 赔却赔一缸子 这样当然到最后赚不到钱 所以说真正的操盘高手 应该正确的观念 我代我会员朋友都强调 除非特殊情况 否则不做什么当冲隔日冲 真正会赚钱的 是用波段一到两个月来做规划 搭配长期投资半年以上 来做规划 来建立主要的投资组合 这样才能赚到钱 那你说这样赚太慢吗 各位投资朋友 你看到今年连得 我们从86块半开始操作 对不对 赚了这个地方4成左右 获利入带 康普我们46块左右来做操作 赚了大概5成左右 获利入带 美琪马我们44块附近来做买进 赚了足足1.5倍全数出清了 对不对 各位投资朋友 你说这样子太慢吗 我们从连得赚4成 转进康普再赚5成 再转进美琪马 大赚1.5倍之后 很多会员朋友这套资金 100万下去 已经变500万回来了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杀进杀出 有这么扩串的比我们多的话 那你再来说我们赚的太慢 没有的话 那你真的要好好思考 是不是需要现荣老师来帮助你 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就是在帮助每一个会员朋友 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最有竞争力的公司 领先市场买在低档 接下来提醒大家 不是叫你去追康普美琪马 今天的收获来自于昨天的播种跟耕耘 明天的收获要靠今天的决心跟付出 我们的康普美琪马能够大胜 都是在先前就做好第一档的一个布局 而现在我们要开始帮助你掌握明天的收获 想把我的投资码现在就下定决心 加入现荣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掌握下一个五大明星产业 大波段获利的机会 想把握的咨询电话在底下 指名下入现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好好把握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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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